哈囉我是耀君 让我陪你一起修炼商业路上的必备知识 今天这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 李孝来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第25讲 预测 你能准确预测股价吗 这个市场上有这么多的股票老师在教你 如何去预测股价 可是你有想过 股票价格的变动 是可以准确预测的吗 要知道在很多时候 问题的质量决定答案的质量 不此下问是没有错的 但问的不好 不此这件事情其实是白费的 像是否可以准确预测股价 这句话啊 有太多的不明确了 像是否这件事情 其实这事业上绝大多数的问题 就算是简单的问题 也没有简单到只能用是与否来完整回答 而准确这件事情呢 是要多准才算准呢 50%算准吗 80%算准吗 又或者一定要百分之百准呢 那预测呢 其实啊 人与人之间讯息完整度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只有讯息越完整 预测才会越准确 因此由谁来预测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啊 如果我有一个小时去拯救世界 我会花55分钟去确认问题为何 只以5分钟来寻找解决方案 因此啊 倘若我们想要一个高品质的答案 就必须要问出高品质的问题 像刚刚那句笼统的问题 就只能获得笼统经不起推敲的答案 听到这边可能会说 诶 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我只是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给我个简单的答案不就好了吗 可其实啊 当你看的越多学的越多会发现啊 这事业上很多准确的答案 都只能在限定的条件或场景之下才成立 一旦这样的场景或条件多了一个变数之后 很多时候就再也找不回相同的答案了 因此一个够严谨的问题 才有机会获得一个够严谨的答案 说到这边啊 我前阵子看过一本让我非常惊艳的漫画 叫做误说式推理 我们很多时候啊 看那种侦探的小说 漫画电影等等的娱乐故事 会发现啊 明明侦探这个主角 已经站在了事件的舞台上了 可他们总是无法事先阻止案件的发生 都只能等到凶手做完案之后 再靠推理把这个凶手给绳之以法 而这部误说是推理的漫画啊 还蛮妙的 里面的主角久能整啊 他不同于一般侦探故事里面的侦探 甚至他连侦探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大学生而已 可却能够在故事当中 透过各种不同缜密角度的碎碎念 很多时候啊 居然就这样说着说着 案件就被说破 并且解决了呢 这是一部惊喜又发人省思的漫画 除了破案的精彩之外 还另外带入很多社会议题 有兴趣让自己思维锻炼的更缜密的朋友 也可以去看看 好倘若你刚刚听了一大篇的碎碎念 把你的问题改成 5分钟之后 这只股价是上涨还是下跌 可其实啊 这个问题 就像抛硬币一样 不管赌的是上涨还是下跌 不管怎么样努力预测 准确率都只能有50%而已 这就完全是靠运气了 而且啊 预测的准确率 如果没有超过50% 根本就没有意义啊 而很多时候啊 会问这种问题 用这种想法 去买股票的人 他们就跟去赌场赌博一样 总觉得这一次猜错了 下一次就一定会翻转回来一样 可其实这是一种幻觉 因为每一次的上涨与下跌 都是独立的事件 而你每一次的进场与出场 就是在给交易所的手续费 再给政府税金 这就像在赌场抽水一样 赌场永远稳赚不赔啊 另外啊 关于预测股市这件事情 还有一些好事的人去做实验 他们让猴子去随机选择股票组合 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看看 这些股票组合和专家推荐的股票组合 哪一个赚的比较多 一比较之下才发现 猴子随机选择的股票组合 也完全不逊于专家们推荐的股票组合呢 因此啊 李笑来对股价预测 有一些绝对准确的描述 那就是股价短期的价格预测是不可能的 而长期的价格预测是很有可能的 预测的时间越长 难度则会越低 为什么 他的想法是 短期来看 股票市场就是个赌场 真正不败的 只会是那些抽手续费的规则制定者而已 而倘若我们没有资格成为规则制定者 我们想要靠股票来翻身来赚钱 我们就要去理解股价最终体现的是什么 它体现的是企业价值的成长 因此 倘若我们能从基本面去看那些企业 找到那些能够与世界共同进步 与经济共同发展 而且还能够不断赚钱壮大的企业 长期来说 这些企业的股价一定是持续上升的 我们投资的越早 持有的时间越长 最终获得的收益也会越高啊 因此啊 这样一路走啊 你会发现 关于股票价格的变动 是否可以准确预测的这件事情 有个谬误 那就是 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也不可以 主要还是要看你预测的时间是长期还是短期的 而倘若你看的是越长期的 那你就会越往基本面去看 而越往基本面去看 你的预测将会越准确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知道啊 倘若我们想要从股市当中赚到钱 就要从长期的基本面去考虑 并且 从一开始就要习惯避开短期思考 说到这件事 你先来说啊 我们从小都会听过一句话就是 知识就是力量 时间就是金钱 可是倘若你能够从长期的角度 回看现在做的任何事情的话 会发现啊 其实啊 知识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力量 这句话才更为准确啊 哈喽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今天影片让你有收获的话 也请你给我一个按赞或留言吧 你的鼓励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 而另外啊 假如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自我成长 数位行销 商业经营 投资理财的修炼笔记 又或者 你想要下载我所做的知识图卡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的QR Code 到我的LINE社群去收获更多哦 当然啊 如果你只是想要纯粹聊聊天 聊聊心得的话 也欢迎你来到我的LINE社群聊聊天哦 我是华君 期望这个频道的分享 能够陪你在商业路上 一路前行啊 啊 是的 是的